这个要先要上一注这个香的是吧 对 你来了 我一定给你 要烧高香 要敬你 咱们这个 我跟伊丽啊 十年没见了 对 十年之后 我不是当面奉承你 我怎么觉得你小脸 跟十年前一模一样呢 古胶园流失了一点 其他差不多 古胶园流失到攀爷那儿了 今天咱们是二马一攀的 对 你太强大了 所以我得找仨老爷们来扛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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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个这样 我已经 百毒不侵 对 没有像以前那么那个 有时候说话这么尖刻了 这不是 今天我就也谢谢伊丽 给我们来一开门红 这是要火呀 演这我的前半生 罗子军 他们说你演的就是一个作女 说是折腾吧 对 其实 其实他是指的是 他跟老公之间的 就是他 他在管理老公的那个方式 比如说查手机 没事老去老公单位 就是一听到了风声了 就跑老公单位去晃一圈 然后总是注意老公身边 有没有年轻貌美的女孩出现 就是其实他后来 他把注意力都放错了 对 并不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 才会出问题 作这个字呢 可能北京话和上海话比较接近 但是很多人 就出了这个方言区域 很多人不大理解这个作 你要谈这个作 你必须得说清楚什么是作 作是一种 我们先说从文学上解释这个字 它是一种理由不充分的 折磨对方的一种行为 包括把自己搭进去 把自个儿搭进去 是这意思吧 就是它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它是理由不够充分 我说对了吧 对 就是理由不够充分 把自己搭进去 然后把对方给折磨了 这叫作 我看见定义就说是什么呢 就是永不安分 永不知足 永远折腾 永远没完 这个还不算作 作还是有一个 它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它要把自己同时要伤害一点 对 没错 作就是没有理由 毫无理由的 不能有一点 就理由不充分 对 就是理由 理由就是不充分 但是它又难受 它又不能让你舒服 因为它自己也难受 它就不能让你舒服 所以就要作一下 但是其实作你的时候 它自己也不舒服 我们说这个 有一个权叫弃商权 就是说商敌一千 自损八百 我理解的这个作呢 就是商敌八百 自损好几千那种的 不是 你那个河南 没有这个话吧 没有 对 这个话是 这个话很奇怪 都没话可能有 就这几年流行起来 我说谁谁特作 我小时候就说呢 家长就说你作呀 你又作呀 但是这个作这个字很奇怪 它在城市里特别流行 我原来跟农村人聊过 他们说也不知道这叫什么 大概农村人也不怎么作 你说你这上海 上海这个作说的什么 不是有个作家都叫什么 作女写小说 上海作最早就是 就是长小孩的 小孩就是 有一句话叫做梯做地 就作天作地 那孩子自己也不知道 哪儿不舒服 就是比如说睡醒了 然后就 无缘不知道哪里来的 那个不开心就哭啊 就作天作地 就是 就是 那用在女人 那用在女人谁上 一样 其实就是 就是马老师刚才说的 就理由不充分的 那个折腾 对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是一种发泄的方式 就是他习惯了 而且 表示自己的存在 还表示对方 对自己关心不够 对 他们甚至有人说 像这个乱世佳人里边 那个那个 好思佳 好思佳 那也算作吗 是 是 也是 就是 你要是盘点世界文学史 所有的光彩照人的女主角 都是作 都是作 你 你从安娜卡里尼娜 到包法利夫人 就是本来是平平稳稳的 嫁给了一个医生 嫁给了一个贵族 他一定要跟一个浪子 或者跟一个商人 就好成 然后最后 堵火车了 就把自己给捉进去的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这种人呢 是这个生命能量比较强 就是他就非得折腾 你像 像我们男的啊 就有点这个直男言 像我们男的 一般说哪个女朋友 就捉呀 就是说 一般的男的就说 你省心不省心 就有的人的个女朋友 你就觉得 他就是整天 寻衅滋事 你知道吗 就是 无是生非 反正就是 都是得折腾你啊 你给我这个买个牛肉面回来 好 这男的买个牛肉面回来 然后他就问你 想吃了 就不是 可能不想吃 甚至要吃的时候问你 哎 你吃了没有啊 那男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要说我吃了呢 这女的就说 嗨 我还没吃呢 你就先吃一口 这男的要说没吃 你怎么那么傻呀 什么的 就这种 就你说女的是求关注吗 还是什么的 可是你不觉得 有很多男的喜欢这样的吗 我 你不觉得吗 这深了 这也深了 就是尤其当今的那个社会 其实 你说 以前说女性不独立 要求女性独立啊什么的 现在就觉得女人 你不作了也不好 你不作了 你天天那么懂事 就是 就不用来担心你 男人又不舒服了 所以女人到底要不要作呀 是不是要作一点呢 不是 就是要有句 网上有句话说是什么呢 从来温柔没有用 是吧 唯有作女得男心 就是 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 这个作这个字 说狠了 比这个说的很厉害 我小时候我就我在想 现在好多年也不说这话了 大人最爱说的一句话 是你作死 嗯 对不对 上海也有这句话 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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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作死 上海说的太温柔了 就是北方人说 你小子要作死啊 就是 就是 这就是你要折腾到头啊 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有个邪后语 就叫 耗子舔猫的鼻梁鼓 作死啊 哦 哈哈哈哈 那就像黄首郎给鸡拜年 哈哈 不是 鸡给黄首郎拜年 有点像 他这个 他这个就是 他这个语言中呢 他很明确地把这个作 因为作这个行为是 确实很复杂 嗯 我想来想去呢 也比较适合 长篇电视剧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内容 对 因为他比较复杂嘛 他是一步一步的演绎成最后 就是所谓的亮边到纸边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 小炒疑情 对吧 完了以后 因为 这个都不用说 结果婚子都知道 你结婚了吧 结婚了 结婚了就知道 小炒疑情啊 然后呢 大炒不太好 没命了 对 那一点都不疑情 所以他在这个小炒中呢 他获得了一个利益 啊 就是因为咱们节目说话 有时候老受限制啊 我就不能说太深 就是什么叫小炒疑情呢 就往往夫妻俩啊 炒完了以后 会有一次更好的 这个惊心动魄的行为 来发泄这段 是是是 对吧 嗯 每个人都 英语里 对 英语里专门有一个词 他我跟你说 就是个能量 就是能量 就是有的时候啊 两口子这个炒啊 我觉得就像那个水坝 积聚了较高的势能 所以他最后他这个 要释放 要释放 但是有一个就是叫戒 很多女的呀 跟这个丈夫能过得很好 有很多人看着不不般配 我记得原来是谁呀 我忘了哪个 哪个主持人就说过 他跟他太太 别人都觉得特别不般配 然后老觉得他们要离 就为什么没离 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我跟我太太 不管什么事情 做到极限的时候 我太太清楚地知道 那条界限在哪 嗯 就是他做到头 他就到这一步 他绝对不迈过去 迈过去 这家庭就崩了 嗯 这就是一个生活中的艺术了 那伊丽 你觉得做是你的性格吗 就特别不会 你年轻的时候做吗 不 你现在还年轻 现在也年轻 二十岁的时候 更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有过吧 可能有过 因为我 我以前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不开心了以后 我不说出来 就是不开心 就这个不开心 是让周围的人也不开心 我跟我爸妈 其实就老是这么 就是这么这么不开心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他们说带我出去买一双 买一双皮鞋 然后呢走了一路 我小时候有一个 非常不好的坏习惯 就是看到那个喜欢的东西 我不说我要 哦 你知道吗 我不说 我让猜 我让他们猜 然后我妈妈就说 这双好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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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好看 还是摇头 那就走下一家店 然后我就心里 就开始不开心 我心里想 你怎么没猜到 我要这一双 走下面一家店 因为以前的鞋店 你知道鞋差不多的 又有这双 要不要 结果呢 就是那种 没有理由的 就是这种不开心 然后结果 没买到鞋 没买到鞋 我妈妈说 又不是我的错 是你没有说 哪个由你喜欢的 一路上不开心 坐公共汽车回家 我妈妈如果从 她跟我爸 从前门上车了 我就从后门上车 然后他们俩就在前门喊我 Lily Lily 然后我就觉得很没有面子 你知道吗 在外面这么大声喊我 我就装没听见 我妈气的 就说这个小孩子 怎么这么倔 叫他都当我没听见 我很没有面子啊 人家不知道 我在公共机场上干嘛 所以我们家有很多次出去 买东西都是这样 不欢而散回来了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我是这个什么问题啊 是 作的问题 你这不叫作 谁叫作呀 你知道我看的 就是很多这个男孩 就投诉 就现在都80后 就说女朋友作 有一大特征 这大特征 甚至有一次啊 我在这个李宗盛 李宗盛大哥 给我们做节目 李宗盛大哥这一辈子 这个婚姻恋爱经济很丰富 我记得啊 就很有意思 就说起这个事 他说啊 我真有体会的讲 他说我是真心的希望 这个女士们啊 你想要什么 你就明说 男的猜不出来 我觉得这凝聚 这很多心酸 不是他还有一点 就是他刚才说的特别全面 就是你猜出来 也白猜出来 他先否认 他希望你再追究这件事 对 我希望他们干嘛 就把那鞋摆下来 硬塞到我手里 是我不情愿的样子 我接受了 但我心里特高兴 这太难了 这太难了 这个方式就是林黛玉的方式 林黛玉跟贾宝玉的交往过程中 基本上他想要什么东西 他一定很嫌弃 所以你看我小时候多做 但是我后来长大以后 就是突然就明白了 这对谁都没好处 对我爸妈没好处 对我也没好处 因为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他们也很生气 也很不开心 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说 就是千万不要做伤人 又伤己的事 然后就学会就说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 就是说有了孩子以后 然后这个人呢 为人也宽缓了很多 是的 所以他们现在有句话说 什么叫成熟 说有一个定义说成熟 就是慢慢心里有别人了 学会换位思考了 就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 体会他当下的时候的 那个心理状态 这个成熟有一个最大的标志 就是能承受委屈 就是成熟 你要一个人什么委屈都不承受 这个社会 也不是为你一个人设计的 皇上还委屈呢 过去那个雍正皇上刻一方印 叫为君男 就是我当一皇上多难呀 到哪儿都盖 那伊丽你算是严母还是慈母 我其实我刚刚做妈妈的时候 我是严母 后来我慢慢地就是 让自己一定要学习做慈母 尤其是第二个女儿出生以后 这有什么不同呢 特别大的不同 就是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 谁也不是天生会当妈妈 对吗 那你所有的这些育儿教育来源于哪里 就是来源于你的父母对你的方式 我们70后的小朋友长大 也是挨打长大的小时候 你都挨过打 当然棍棒底下出孝子 文化 对我爸就说那个时候工作压力那么大 回到家里那个不听话什么 就一上来就屁股啊 那个屁股上就就就开始挨揍了嘛 有时候打的鼻血都出来了 我猜你是不是那种小女孩 我小时候见过一种 就是你打呀 她男孩反而鬼哭狼嚎 有一种小女孩咬牙就打 你打就让你打 也不说错 你看这就是你的性格 就是宁 然后在那儿也不哭出声 就是流眼泪 流眼泪倔着个头 眼睛还盯着你看你知道吗 对对你就是那样的 你怎么知道 所以就把家长给气了了 对所以就是说 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孩子要像我爸妈这么管教我 就要棍棒底下出孝子 你知道吗 所以我女儿出生以后呢 我没有打过 但是呢我就是对她 也是比较严格的 比如说一岁多的时候 她把一碗饭扣到自己脑袋上玩 那是戏剧演员 对然后我就必须让她 把那个饭链通通给我捡起来 然后她一边捡就一边哭 然后呢有一次就是说 捡得不干净 我就打了她两下小手 然后呢特别逗 就那个打完手 我那天就是还发了一个 微博还是朋友圈什么的 就是说就是就是说这个事 结果我老公知道了 打电话来就来说 你怎么可以打女儿 因为她小时候 也是被爹妈走大的 你怎么可以当我的女儿 然后我就烦死了 我说就就打个小手心至于吗 我把电话挂了 然后她就接下来 家里电话响了 打拿起电话她就哭 跟我爸说 爸他要打我的女儿 然后我爸就乐了 我爸说你放心 那是他亲女儿 他不会那个怎么样 好好好 我替你看着他 我替你看着他 这现在是爸爸心软 是的 因为他觉得什么 他觉得小时候挨得很多打 他不希望再对自己的孩子 再让他承受同样的这种痛苦 所以那个时候 我对我女儿是比较严格的 可是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 我突然发现两个 截然不同性格的小孩 就这个大女儿 是一个很容易认错的孩子 二女儿就是一个宁的要命 跟我一模一样的小孩 那是不是大女儿是打出来的 不是 天生性格 天生性格 所以我突然发现 其实不同的孩子 要不同的方式对待 可是就是说 这些道理 对于一个一岁多的小孩来说 太早了 他不懂 礼貌跟这是两码事 他拿那个饭扣到脑袋上 他是觉得好玩 你要搁到别的友人家里 会觉得这是 他好好玩 他有创造力 或者是他在跟他在玩 拿饭在玩 但我们是觉得你是在浪费粮食 对不对 所以就给他架扣了一个帽子上去 你说你在浪费粮食 所以你会打他的小手心 所以后来我其实挺后悔的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 我就觉得你 你就是那种 从小父母打得宁的 就让他打 默默流泪的那种 默默流泪 我觉得你要说 从这个最年轻的时候 到比较不年轻的时候 就是有了孩子之后 你的这个变化 我有时候觉得 你可能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表现出一种刚劲 但是你也不要以为 你真的变了这个作劲 我觉得是有了孩子之后 你那个刚劲变成了一种韧劲 你比如我有例子 好像我原来看过一个 关于他的报道 就是他那个学表演的时候 说人家让你们演个什么戏啊 演个什么戏 本来可能是吃了二十块钱的面 最后给人骗了 要收两千块钱 那按照这个戏里边的要求 那俩女孩就应该哭了 她就不行 你当时怎么着 愣是哭不出来 然后呢就导演骂也骂了 说也说了 就是哭不出来 后来就让那个化妆师 给我点甘油 你知道甘油 硝酸甘油点的眼睛里 多疼啊 不是智心梗的吗 多疼啊 我还是没有流眼泪 我就睁着眼睛 在那眼睛瞪着 然后眼睛憋得红红的 剧本写得有问题 就是应该让马亦立 把老板打一顿 对 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么说 我说我不信 干嘛要哭啊 我说他骗我们的钱 我干嘛不去报警 找警察 我去投诉这个老板 我干嘛要哭呢 你想 其实可以看出 他认这个脸 他认死脸 我其实不是作女的 他是一个有爷们儿气的人 就是他小时候的那个剧 跟大了之后的这种表现 跟他剧里边的人物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气质 和其实作风 包括你后来的 我觉得这些经历 他是一个爷们儿气 比较利索的 比较要强的一个做法 而且你作不作 我经常是跟你的组合有关系 如果对方是一个需要你作的人 这个女孩他就会作 如果对方是一个比你还作的一个人 你发 他就不作了 他就可能就爷们儿 或者他就对付作 所以作有时候是惯出来的 是惯出来的 是条件反射出来的 就是他是有他的一种狠劲 我现在发现 就是说他那种狠劲 你看表现在就是说 就生了孩子以后啊 我有一次看过你写的一个长微博呀 哎呦我就觉得奶孩子的母亲 你真是太值得尊敬了 就是说好像 全世界有好几十亿奶 就对啊 他不是他还演戏 问题是他还演戏 叫就背奶演戏的这么一奶妈儿 然后呢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 哎你体型有一点点变化 他就讲他说当时怎么挤奶 我的天哪 我觉得你那个简直惨绝人寰 没有 其实就是说 你想要把一件事做好 一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 我去年去贵州 去那个贫困的山区 你知道我进那个乡镇的医院啊 那做一排妈妈都是在喂奶啊 为什么她们都能做到 我们城市里的女性做不到呢 这是而且这是最天然的 哎不是这就是 你比如我要是你家里人呢 就是你为什么叫这个劲呢 就是也不是说多穷 对吧 你一般很多女的生的孩子 不就是专心在家带孩子 等孩子大了再工作再什么 你这个非要奶这个孩子还要去演个主角 成长成一个性格完善的人 一个人走向社会能够在社会上有用 很重要的是戒律告诉她的 引导没有用 戒律告诉你什么不能做 如果她很清楚 哪个不能做 因为当时我儿子到英国去留学 十几岁就走了 初中一毕业走了 我就说 我说你出国没有人跟着你 那时候他出国 我是不允许家里有人陪着 陪着永远长不大 十六岁就走了 我说就俩事你不能沾 其他的事我不管 第一毒不能沾 第二毒不能沾 这俩事我说沾上一辈子都不会愉快 其他的事我们说你连恋爱也不能谈 这事我也管不了 是吧 所以呢 儿子有这事你从来不担心 哎呀女儿不一样了 女儿也是我说的这两条 就今天社会这两条诱惑是非常大的 尤其这个这个吸毒啊 对 我这两天有一个报道 就是那个吸啸气 你知道吗 对我知道 我看半天那个报道 而且我发现那个东西是一个很普遍的商品 那谁都会尝试 尝试以后你想就恶果就出来了嘛 所以我说这个戒律很重要 你跟你自己有戒律吗 我是一个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强的人 我看也是 就是我我是一个我从小就这样 比如是我妈妈我高中的时候 晚上有时候出去玩 跟妈妈说好十点钟到家 我一定九点半就会就到家了 我绝对不会卡着十点回来 然后我妈妈就说 因为你每次都提前回来 所以你每次说你要出去 我都让你走 如果你下一次是 你有一次是晚过十点的 我反而就 我可能下次会不信任你 所以我从小都知道 这个自律非常重要 而且呢你看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 我就说他小时候比较宁啊 比较宁不是认死理吗 其实呢所谓你要说人的成熟 什么叫就人就能不认这个死理 我最近啊有一个体会 就是这前两天呢 有一个老哥 就是你这岁数的 这老哥呢 我这岁数都是大爷 爷爷 老哥是一科学家 你知道吗 这科学家啊 他这个思维啊 太讲究这个精确 然后呢 你想他这个岁数的人跟我讲 他说最近我跟好多年的老朋友啊 碰这么一件事啊 他说我成熟了 我说您就这么大岁数 说为什么成熟了呢 他说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事 就是这个朋友啊 去年呢找他借过三次钱 是分期借的 那么加起来呢 他记得呢是16万 你明白吗 结果那天就说起 就是饭桌上说起还钱的事呢 他那个朋友就说呀 该还你钱了 说是那个15万 我明天就给你 他说 心里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他16万 你看这个地方他就说啊 他说我特别后悔 为什么他特别后悔 他就说他成熟了 他说我当时啊 马上我就说 咱们俩可不要因为这1万块钱 影响了咱们俩的朋友关系 我有可能记错 但是呢 我回家查查 我有底儿 要是呢 这个是我错了 那你就还我15 这没 你不还我15也没 不还我16也没关系 他以为他这个话交代的很好啊 我一听我说 你们俩这朋友做不下去 就是因为你这个应对 你就是 就是他就他明白什么呢 他就说 他说我一辈子 不是说我不重视友情或什么 他说我只是习惯认死理 要把什么事情都闹清楚 他说只要最后闹清楚了 他到底借我是15还是16 那他少还我1万 我一点都不在乎 但是我就跟他说啊 我说你看这说明啊 问题在于往往就是事情啊 不要闹清楚 我说你看 他少1万块钱那怎么办啊 马爷你比如说 我如果我就会有这个反应 比如说我说 哎呗呗还15 我说你还16 你说哎我借15 你看我这脑子我记错了 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 那你也把别人 对啊 因为钱跟别的东西 不是说因为 本来我们就不准备 为了这1万块钱 弄朋友之间生出尴尬了 这个是 所以我就认为 要是我反应快的话啊 马上就承认记错了 这是因为不值得嘛 可是为什么 你没有记错呀 是非不是这样啊 对啊 你看你看这俩宁头 你们这俩宁头 三轮都是一样的 我不宁我也不是这态度 对啊 我有一个很婉转的方法说 但是比较反应快 比如你说啊 我是那16 你是那15 你说15 如果我反应快 我说哎呦不是15 我记得13吧 咱们算算 一个5万 一个5万 一个6万 这不16万吗 你得这么来 你明白吧 你先把自己往下降 往下降降降到底 然后你就比较好说 因为这个不可能没有是非 而且没有是非 你会计 任何人都不会没有感觉 跟你财产没有关系 对不对 跟财产没有关系 我给你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事不能不明不白的 哎你看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这钱借了 还了没还 过去就有金行有这事 其实那种小钱 借完了啊 现在人都拿钱 有时候也不当钱 你比如说单出门 我说文桃我没带钱 借我二百 我就我也忘了 你也忘了 这都没事 对 农村妇女 可是过去这个事 你得说清楚 对 农村妇女吵架的一大半 就是因为 借钱没还 借了我多少钱 借了我多少兜米 你还没还 你还了多少 最后他发展他喝药去 他说我得喝农药 以证我这话是对的 他觉得这个理比天还大 你看咱们 你说这咱关于成熟 咱就不一样了 可是你真的认为 你真的认为这是成熟吗 对 我认为 我倒一定 咱们明天都问他借钱是 我要少还你一万 你就算当时成熟了 咽下去了 然后你 最好的结果 就是你这辈子纠结这事 你不跟别人说 对 不好的结果呢 就是你后面说 说买个都美人 借人钱少还一半 以后 我绕一圈听他告诉我了 那伊丽你说 难道你们俩闺蜜也就这么 算算 等等等等 好 算清楚了 有一个人没面子了 你们以后的感情呢 我跟你说啊 我跟我的闺蜜之间 我们从来不借钱 你是绝根了 经不起考验吗 不是经不起考验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上海人啊 就是从小我就知道 你 比如说你想买什么东西 你只做进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你有十块钱 你就买八块钱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要买一个东西 为人家去借那个钱 除非你是借应急 比如说我今天就像 出门没带钱 出门没带钱 或者是家里有人住院 我没带钱 你赶紧借过 我去付一个医药费 回头我还给你 没问题 但如果是一般情况下 不是这些救急的话 救穷绝对不救 就是说你 我跟我闺蜜之间 从来没有一分钱的来往 那出去喝个珍珠奶茶 谁买单 那没事 我买单 闺蜜买单 这都没事 这都是正常的人际交往 但是 涉及到这个一定量的这个 上海人跟北京人 跟北方人的区别 我觉得上海人在钱上 不会出问题 对 就是分得很清楚 可能借钱也得一时两份写好了 写清楚 你就不会出现我喝酒的时候说 那技差了 对 哪怕亲戚之前借钱 比如说周转买房子的时候 时间比较长也会写清楚 然后按那个利息算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说上海人说人情味不太够的地方 但是它规则够 对啊 就是这点是上海比较现代的地方 而且人家也不会回头说 你看我借 当时我借他那么多钱 你看那房子 还是我借他那么多钱 当时借了那么多 其实人家把利息还给你了 你也啥都说不着 对吧 这也挺好 我以为我成熟了 当你们一说反而是幼稚了 采夫你觉得 就是说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和现在来讲 你觉得是成熟表现在哪儿 成熟 其实我比较了解男人的成熟方式 这女人的可能 你说说男的我也感兴趣 男人的成熟方式 它的一个标志是 就是理解自己的老爸了 就说你理解你的父亲了 这个就其实按合着经常会有异父情节 我自己的成熟的一个标志是 因为我小时候很沉默 内向 就是高中毕业到大学之后 从大一开始给我爸写信 基本上一个月能写两封讨伐 说你怎么教的我 这到大学之后都没有别人优秀 又不说话 又内向 你又不跟我读书 然后你这样做的不对 那样做的不对 非常愤怒 就是一封一封一封写了半年 后来这个因为我爸是一个校长 小学校长 后来他们副校长跟我说 他说你爸每次收到你的信之后 就关着办公室的门 在办公室哭半价 他说他出来之后就自责 说我怎么没把我儿子 小时候那样培养啊 那样培养 他说他这半 我讨伐了半年之后 我突然间对我爸爸感觉大变 我说爸爸 我有写信 说你是我的这个叫什么 我说我从农村到城市 全靠你这个史实性的一脚 给我踢上了货车 要不然我在农村跟我叔叔一样 我们就一个卖油条去了 就是你 我说我太理解你了 我说我找我以前的东西 他哭得更狠了 就是说 但是我从那以后就觉得 就是父子之间的和解 而让我理解别人了 也理解我自己的局限性了